這個把原來的exque,特別注意,這個exque我們是在這個回圈裡面 當他跑一次,他就串接一個字串 然後丟給cursor.exque去執行 那所以說如果有50個會員的話 理論上他就跑50次,insert into 50次 那如果說我今天我不要跑50次,我要跑一次 就是最後把這個結果資料先串接好之後 再一次丟給資料庫做執行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這個地方當然我們可以用所謂的exque menu的這種寫法 這個主要是根據官網上面提供的訊息 他就說我們如果要丟的話,可以丟一個串列 串列的話他基本上就是中瓜湖 裡面的話你可以放一個一個的資料給他 這個資料的話形態就是這個有1234 5個欄位其實跟我們這一題蠻像的 那也就是說丟給他什麼呢 在這個串列裡面就再丟一個什麼串列 不過特別注意,他應該理論上 他這個地方是用小瓜湖 小瓜湖的話實際上叫tuple 那跟中瓜湖有什麼差別呢? 實際上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樣的東西 差別在哪裡呢?差別是如果你用小瓜湖的tuple 他是唯獨的,也就是他不能修改 那跟串列差就差在不能修改而已 其他都一模一樣 所以這裡的話你用小瓜湖或者用中瓜湖都可以 那意思就是說呢,他是希望在一個串列裡面 再加很多個串列 那也就是一筆資料呢,就是一個串列 那最後的話呢,insert into values 你就直接給問號 然後把這個串列呢,放在這個痘點後面去就可以了 OK,那其實我本來也不太知道 exq mini怎麼用 不過有時候官網上面看的話 我就看到原來他操作這樣OK 那我就把它怎麼樣?把它拿來改寫 就OK,所以有些東西也許你本來不會 但是其實官網上面都有提供一些訊息 當然不是說叫你從官網裡面的所有文件 都從頭到尾看 我的習慣呢,反正先看他的source code 他有一些原始碼給你嘛,你就看原始碼 如果看不懂的話,你再去看他細節部分 不是說叫你從頭看到尾 這些東西其實衝擊一下就說明書 OK,就像你買電視回來 你會把一本說明書從頭看到尾嗎?不會吧 你不會的時候有遙控器哪些設定不會 你再把它看一下就好了 對不對,其實類似是這樣子 OK,那怎麼做? 所以我看完之後呢,接下來呢 我就要去修改我們的程式 OK,所以你會發現有幾個重點 一,你必須把什麼 原來insert into後面那一串字串 把它串成一個 就是在字串裡面再串一個字串 OK,好,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你excue的話 你會發現就insert into這個字串 後面就是全部加問號就可以 然後後面再逗點再加那個串列就可以 所以如果我用照一樣的方式來改 該怎麼改? 那首先的話,第一個 我把我們這個程式 這個是我們上個禮拜寫的 insert into member 第一個因為我要產生一個串列 那那個串列名稱叫什麼好呢? 因為有1的嘛 有2,這邊有1嘛 對,然後這邊有2的嘛 那所以我的習慣 就再加一個3,list3 然後它等於什麼?等於空的 所以意思是說我先產生一個空的一個串列 那要做什麼呢? 就是把list2把它放到list3裡面 全部串一直就可以了 最後的話呢,再把它丟給什麼呢? 丟給這個seql 去讓他exqmany執行就可以 所以1,先把這個上方加一個空的list3 2的話呢,在list2下方做什麼呢? 就是打一個list3 點什麼呢? 點append append什麼呢? 把list2全部都丟進來就可以了 丟進來 OK 那最後的話呢,把這兩行 往前縮排 按shift加tab 就是 往右是縮排 往左叫to排 那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不是在for回圈裡面做 在for回圈裡面只是把 list2裡面的資料 全部串成一個list3的串列 就是在串列裡面再串 變二維串列 然後最後的話呢 把它丟到exq這個地方直起 再來的話,seql語法 就insert into members value 有沒有 後面這一串就不用format了 需要什麼呢? 一個 一個 小瓜糊 然後後面一個 後雙引號結束 裡面就放 看有幾欄 就幾個問號 然後問號中間呢? 就加豆點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 語法就是什麼呢? insert into 這個member01 Values 後面五個欄位 就五個問號加豆點就可以了 你不管說 反正什麼形態 反正就是 有點像一個工廠一樣 有沒有 我這個就是一個摸去 再來的話 最後怎麼樣? 後面記得喔 把這個exq 改成叫exq many 然後呢 把這個語法 有沒有 放在這邊 豆點後面加一個什麼呢? 加一個lis3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呢 就大功告成 OK 應該可以看同我在改哪些地方 1 013 2 把012append進來 再把什麼 把這兩行 往這邊突排之後 sicle語法改這樣就可以 那exq呢 就改成exq many 後面加那個串列 帶進來 其他都一樣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改成exq many 那你想說 老師這有什麼差別 因為在未來秀給各位看之前 我看 先不要 先讓lis3給各位看 比如說我今天 最後串完之後 我把它print好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 lis3裡面放什麼 基本上 這個就是串接的這個結果 有沒有 在一個串列裡面 再放一個串列 有沒有 這個串列裡面就放第一個會員 然後叫什麼名字 什麼生日 血型 電話號碼 不過這邊是多的這個東西 那理論上這個是要把它清掉 才是比較增加 當然我們現在先不清沒有關係 等一下再看 第二個人有沒有 就在這有沒有 也就是說在一個串列裡面呢 再放個串列 這個叫二維串 其實什麼都會用到 蠻多地方都會用到 二維串 所以順便講一下 如果你對於那個串列 只會一維的 那將來可能會遇到這個問題 因為你不懂什麼叫二維 甚至還有三維三維的 不過用比較少 用比較多 大概就二維的串列 串列裡面呢 還有串列 或者是串列裡面呢 不一定放串列 可能放字典 有沒有 就省檔 其實網路上開放資料很多 OK 所以這個也是有用法 所以你會發現 一直一二三四 一直到第五十個 有沒有 第五十個 然後最後第五十個呢 後面呢 又會 就是結束的 結束的符號在這裡 有沒有 所以 串列 外面一個 然後中間就是五十個資料 所以呢 這個東西 對了之後呢 再來我們做什麼 這個OK之後 我把這個註解掉 然後我就回到剛剛這裡 這一串 有沒有 就讓它做什麼 Insert into這個 然後呢 再Execute 記得喔 它的階層一定在Full回圈的外面喔 不在裡面喔 不然裡面一直ExecuteMany 那錯了 OK 它會一直很多資料 不對喔 好 那這樣再來的話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理論上沒錯的話 一執行 就新增成功了 而且喔 速度感覺會比較快 至於快多少啦 其實我是有真的實際上 就是計算時間 那真的是有快 可是說真的呢 就跟各位講過啦 如果你資料量少 都感覺不出來 那那個 千分之一秒 有啦 快一點 千分之一嘛 那千分之一秒什麼概念 其實也不痛不癢嘛 對不對 你多個幾秒 可能 也許你將來資料量 可能上百萬筆以上啦 用ExecuteMany 真的就有感 可是如果你只是 大概一兩萬筆 這種微信資料啦 說真的你用哪一個都OK 只是因為剛好同學很認真 我有放 我就說你們自己看 回去 剛好同學就回去試 試了之後發現有問題 然後我剛才我就講 因為 有些東西喔 如果只是你指之期 然後一些 不太清楚的話 那可能會做出來 會有問題 所以我順便把這邊講一下 OK 所以最後這樣就完成了 那請各位試一下 那我也有把那個 最後完成的這個放在 ExecuteMany是放在 我們的雲端上面的 這個53頁這裡 那剛剛有提到就是說呢 如果我今天 像剛剛這邊有一個 Execute 有沒有 我們在這個Print的時候 這邊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呢 如果我今天Print List3的時候 它這個最後面這個資料 有沒有 多一個換行 那理論上應該要把它清掉 欸 可是呢 請問一下喔 我要怎麼樣把這個東西清除掉 放回去 OK 欸 這個也是很重要 因為未來你們會遇到像 網路上的資料 可能部分你不要的 那部分你要的 可是問題你下載下來之後 就是它全部給你了嘛 那可是問題你應該怎麼 把它你不要的部分清掉 再寫回去串列 欸 這樣怎麼寫 OK 那其實很簡單 程式只要一行 真的 會寫喔 很簡單 真的 不會寫你想不然還是想不出來 那怎麼做呢 答案其實雲端上也有啦 就那麼一行 因為呢 這個東西 基本上它放在哪裡呢 因為我們是Append List2嘛 所以這個應該是List2的其中一個 對喔 然後呢 這個當然Index是0嘛 0 1 2 3 4 所以這個是第四個 中瓜胡四 所以如果我要什麼 修改完再把它寫回去的話 怎麼寫 其實非常簡單喔 你直接的 如果這個不要 只要在哪裡呢 在這個地方 List2 Sprint之後做什麼呢 把這個List2的第四個 第四個 第四個 第四個是這個 因為它第五欄嘛 0 1 2 3 4 等於什麼呢 等於它自己本身 所以這個 這個東西 OK 點什麼呢 裡面的話呢 就是把它的那個 它的那個 這個 這個東西拿掉 OK 它的換行拿掉 所以呢 怎麼把換行拿掉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Trip 小瓜胡裡面的話 你就放什麼 反斜線 N OK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了 意思就是什麼 我先把這裡面的資料 先把它抓出來 抓到哪裡呢 抓到這邊來 然後我strip掉這個東西之後 再把它存回去 就寫這樣就好了 OK 所以其實剛剛 看起來 因為問題出來之後 感覺應該很困難 但實際上不會 就把它怎麼樣 所以這個邏輯很簡單的 就是把這個資料提取出來之後 把這個換行 這個換行拿掉之後 再寫回去 寫回去 寫回去記得 就是把這邊加個等號 寫回去的意思 把資料再放回去 OK 所以這個等號 特別注意 不要把它當成是以前 你們那個數學那種等號的概念 這個應該是 把後面處理完的資料 再丟回去 蓋過去的意思 OK 所以特別注意 那個等號 不是那個等於的意思 應該是把後面 應該什麼 把後面的資料 丟到前面去 把它覆蓋過去 有點像一個什麼 簡貼簿 簡貼簿 你CtrlC第一次 跟CtrlC第二次 第二次就把第一次蓋過了 對不對 所以變數是什麼 變數是可變的 那個資料空間 可變的 所以我們把它寫過去之後 再來 這邊之後 只有加這一行 再來我把它Print 再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你會發現 這個資料裡面的什麼 換行就不見了 每一個應該都不見了 這個也不見了 有沒有 所以以後如果你想要把 你的那個 讀取到的資料的某一個部分資料 把它去掉的話 你可以用strip 或者你可以用replace 取代有沒有 取代也可以取代 比如說你要把裡面 像我常用 把那個裡面的什麼東西 把它取代掉 或者把它移除掉 其實都可以用類似的方法來完成 所以特別說 每一行每一行你都要懂得活學活用 OK 不要說你只會用在這地方 其他地方也是 同樣的道理 但你不會活學活用 那就會有問題 因為其實之前 蠻多同學遇到同樣的問題 就網路上撈下來的資料 它有多一些 不應該有的一些資源 你要把它拿掉 方法就一樣 特別注意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 最後把它exque之後的話 理論上 這個地方應該就很快就成功了 速度當然很快 所以把它一下執行 它就新增成功了 好像沒幾萬 最後的話我們用什麼 用那個sqlite browser 這個程式再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就ok了 member01這個沒問題 browse data看一下 這個裡面資料也沒問題 不過其實 如果你不把那個換行拿掉 你把它丟進去這邊看 看不出來 OK 是看不出來 但是你將來抓過來 它還是會多一個換行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這個東西的話 我是把它放在那個 第五個單元裡面的 第53頁的地方 ok 所以主要會有幾個地方做修改 123 4 4個地方 那我都有用黃色的 黃色的顏色做提示 所以呢 如果假設細節部分不太清楚的話 那可以 稍微注意一下 就這樣就可以改 把上個禮拜那個 EXCUE 的版本 改成EXCUE MANY的版本 ok 因為剛好有同學問到 那他突然問我 有時候說真的 我的習慣還是 比較是完整的了解 如果你都 每個地方都注意到 那會做錯的幾率 我想應該 很低啦 另外如果你即便做錯 你可以找個正確的範本來比對看看 比如說你拿我的範本 比如說你現在還用到 但你做錯了 沒關係 你可以拿一個正確的版本 比一比看 有時候你就可以看出哪裡有錯誤了 所以其實如果 程式其實要減少挫折 減少那個挫折感 記得就是要拿一個對的版本 那個版本以後拿來做比對 就很快可以找到問題點 千萬不要自己在那邊亂試 我發現很多同學 四半天最後還是一樣做不出正確的結果 即便做出正確結果 也不知道為什麼做出來 那當然就不是很OK的 不然寫程式有時候還要初一十五是不一樣的 那當然就不OK了 所以最好是真的完全徹底了解為什麼 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待會我們就來看 這個0601開放資料部分